贴了FM的防区 看看污游线 并点喷神 先喷一个 又是污游线 但是这个火焰的伤害有点高啊 可能要打不起来了 打不上了 被烧倒 还有北渊 北渊的淘汰榜是排名第二的 依然可以信赖 他是弹血 连续的窗口 队友倒了 但他面对的是施衣突 还有孟阳 先喷后面那个 被身后的散兵 这些火力条摇过来 那这样的话 WPG这场比赛其实也是 好像欧带已经发现了对方 没有任何问题 今天的第二场比赛 空间 没错 而且现在呢 因为地形的原因啊 WPG这一侧伤害性投资物不太好给体坛去灌 对 再胶着下去的话呢 很有可能会给到后来 FM已经要来了 FM北渊 逐渐的在向WPG的背身在拉 还要再尝试吗 这一侧已经封了大量的烟雾 体坛这边呢 已经拉出了防空洞的距离 不好走了 体坛已经出来了 那这样的话只是划山一条路 必须要登顶了 苏K这边 我还以为看错AD了 直接爆炸烈弓掏了出来 莫竹这里在防空洞的顶部位置放到了明明 进点的一波胶着当中呢 导致这里也是喷掉了97 但是想补人啊 这个time点还是被把握住了 进点来看 野猫 野猫时刻再一次的焕发火力 苏K依然在爆炸烈弓射 但进点来看的话 少一把进点枪 还是没有能够刚过对手 但是WBG在这一波当中也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现在WBG只剩两人了 是的 圈行再一次给到一个难切 不知道WBG会不会为刚刚的决策而后悔啊 两人一直在朝这个方向施压的派 VM那边是看了一波 WBG的背身之后啊 进点人数是有点捉襟见肘了 但是没有关系 他们的正面作战能力还是值得幸运的 因为在前点只倒降了 倒地了合降一人 是的 降倒了 降倒了过后呢 WYY在这样的一个高坡也不太好站 原点呢 本渊一直在抽 压力施加过后呢 现在对于K1来说 这样的一个高坡啊 没有空间服人了 对方顶到进点过后 在烟雾当中 卫无线拿出好戏 听脚步 盲吞 拉出来 但是被对手给拿捏了 是的 WY还在车上 撞了一下 本渊应该知道 就在这里也是牺牲了一名选手作为代价 拿下了南部这样一个高坡 但是啊 因为在阶段三呢 几乎都是在圈中的队伍 是 呃 产生的战斗 所以呢 导致圈边的战队呢 在接下来的比赛当中呢 将会变得 呃 在场面上 非常容易地去处理这些局面 嗯 平台厕所 呃 这个点位呢 呃 如果是有气来的 枪也是可以继续架的 于是 呃 不太好掌扣 哦 相见这里 哇 差一点点啊 很可惜啊 没有捕捉到刚刚这一波反打的镜头 是的 而另外一边呢 卫无线在爆炸裂锋的加持之下 根本就无处可逃 暴露在视野当中 牢牢地锁定到了他 离开这片坑 WBG前期所做的这个选择的含金量还在上升 没错 这个坑呢 只能是一个呃 赞呆点 但是绝对不能成为一个酒呆点 嗯 LGD在整个的北侧想要和FM去争夺一片气息之地 但现在来看的话 很有可能他们的混战会被同家宝抓住机会 同样 这场比赛呢 VS也是因为早早的被淘汰掉过后呢 只拿到了一分 嗯 而成都派呢 我觉得是非常有概率 能够在这场比赛尝试向绑一的这个方向进发的 但是没有想到被闪电一击 瞬间带走了三个人 很可惜啊 那么这样一看的话呢 这场比赛 微博只要在山头不犯大失误的情况下 因为南部这边的NV已经空开了嘛 对 他只要不去主动的向这个NV方向进攻 在北部这个高坡呢 收一些残边的分数 还是有很大的概率 这是标标准准的坐北朝南啊 对 能够继续的在积分榜一上久待的 射出去的箭呢 没有射到位 应该是差的比较远啊 对 因为他那个位置呢 你标金标 看距离不太好看 对 但是好消息也是啊 这NV和刚刚我们看到的微博都有爆炸烈光 是 当然了 这个消息对于NV和WPG来说是好消息 对于4M和老干爹来说的话 这有如晴天霹雳啊 这是个坏消息啊 再看这边 索果能否继承闪电的一致 在这个位置上继续创造高光 第一个有了 感觉有那个味道呀 真的 真有那个味道 兄弟 但是这颗雷又刺了过后呢 不太好说了 没关系 还有两颗火 一颗雷 雷仔一直在包围着 这颗雷迟迟没有松手 要炸 炸残了 只是炸残 没有炸倒 对方的血量不断地在被削减 而星辰呢也在支援的路上 这个火 炸掉了吗 没炸到低调的走位 但是星辰最终还是终结掉了他 这个防我愿称它为遗憾防 每一次呢 独狼在这个防区 都只是把对方打到最后一个人 但是没有把对方全部淘汰掉 火 还翻 只能说闪电呢是没有想到对方的 就是我也没有想到 干了干了 SUK终于是没有见之了 场上有两个大BOSS 一个是NV 另外一个呢就是STE 是的 因为这两支战队呢在南部 已经太久没有出现过淘汰以及激导信息了 但对于这些残鞭来讲的话 好像是这两个大BOSS肯定是有一战的 如果BOSS互刷的话呢 是不是会给到这些场上的 玩家一个组团刷BOSS的机会呢 目前来看的话 WBG有这个动向 他们把场上相对来说 顶到了微博这一侧 他没有信息也正常 因为他不像TC或者金派在这个遗憾房的位置啊 对 已经是捕捉了很久信息了 他们是最后才进来的 只能是盲打 那童家宝呢现在也只剩花花一人 而且花花的点位呢实在是太低了 再往高点走呢有微博 再往北部去看呢有LG 就只剩另外一部分了 其实ST这一侧就按这个地理差来讲 放一到两人看管 不够了 绝对够了 再加上侧翼还有WBG 现在呢NV是放了龙 一个人在南部这边给ST施加压力 Powerboy这边是一个机动兵力 哪边如果说有危急的时刻 他可以扮演一个救火队长的角色 随时协调 但是场上还有一个独廊 美渊是的 看看这个有之物 猫猫是一个大惨 雷就差一点点的伤害啊 有没有一种可能影响这场比赛 最终结果的走向呢 一颗雷炸倒了猫猫 另外一侧呢 哦哦 他是直接顶到了微博这一侧 ST这里呢感觉这场比赛翻了 翻水水了 走远了 嗯走远了 爆炸雷弓启动 现在来看的话SUK应该是不太好服了 对 当然我刚才看到奥德尔的箭支应该是不多了 不足以支撑他能够快速的轻掉WBG PARA这边迟迟没有切弓箭 应该也是没有 不多了 存余的这个弓箭了 对应该是不多了 好 野猫被小姐 这些火力条摇过来 那这样的话WBG这场比赛其实也是得偿所愿吧 是的 因为在前期惨胜过后呢 只能是在这场比赛中争取更高的排名分 而且淘汰分这场比赛拿的也不少 最关键的是这场比赛的独狼太多了 独狼的苏南在圈边出枪过后呢 收下了Bara Boy 一辆火力车再往圈边摇一个树 摇到了蓝圈之外 最终呢苏南也是被淘汰掉 那么场上还有其他的两支战队 在东部打了起来 这个位置天毕竟是有一个掩体优势的 现在场上的话就是NV的三人编制面对独狼的大战 这两个独狼呢分别在西部以及东部 全形给了一个东切 现在就要看一下NV这里有没有判断出来 北渊在这一侧 因为刚刚呢北渊是出现过拿手雷淘汰掉猫猫的信息的 是的 但是具体在哪个位置他们应该是没有发现 因为车是从坡上开下来的 那么近点的这棵树 他有没有排查到 是这场比赛他们能否安稳吃鸡的关键所在 如果说呢非常大胆的去排掉圈鞭 那么这场比赛呢NV是肯定手拿把架了 是的 但是呢场上有一个已知信息就是天这个方向 如果说火力车再次出现把天给摇下来的话呢 这场比赛也是能够安稳收下的 那这样的话判断附近还有一个独狼 就看在哪棵树下了 拿到过后北渊呢再一次挪动自己的身躯 好像欧带已经发现了对方 没有任何问题 今天的第二场比赛 恭喜上海NV拿下胜利 NV还是保持了在自己的强途之上的绝对统治力 顺利拿下了这场比赛的胜利 而且在这场比赛当中呢 其实你要说 镜头虽然说没有给到很多 但是我们上帝视角能够看到 总体的运营决策上来看的话是非常标准的 这是标标准准的世界赛打法 没错 因为呢NV以及ST在这场比赛放了大量的时间在蓝圈之外 去侦察自己身后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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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